就是要拿一封叫不反對通知書 即是近時我知會了你,我就走了 現在你要收到不反對你的通知書 你才可以去做 其實是限制了你 但當然又加入了另一些理由 即是以私以往 如果你的行動是影響到公共秩序 或者公共安全就不可以進行 但1997年加多了兩個理由 國家安全和影響他人的自由 這個才是問題 意思是店舖說你影響我的自由 我就反對你,即是不批理 其實加多了限制這個空間的發展 即是要令到第三空間都要成為第二空間 即是一個這樣的做法 當然,所以任何的事情 香港人是有一種很守秩序的文化 即是我們比較喜歡守秩序 所以任何激烈的行動我們都不太喜歡 在去年香港中文大學 在去年的香港中文大學 亞太研究所做了一個調查 就是問香港是否和派社會 大家也記得這件事 但其實裡面有一項就問 就是他們對於80後的行動 要否認為過激 過激的行動 例如他們扔香蕉、推鐵馬、衝出馬路 而調查結果呢 就是62.4%香港人說 這些是過激行動 只是只有18.5% 這些事情 即是大部分 即是有大概21%的人就中立 原來佔了大部分香港人 就會覺得這些是過激行動 這裏就帶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意思就是說 原來當政府嘗試用一些法例來規管你們的抗爭運動的時候 原來背後拿到的endorsement 那個endorsement就是來自香港的市民 認同政府的做法 原來我們不是只有政府 原來政府和市民都在endorse這件事 而朱凱迪呢 大家知道是誰 他說了一句 他說 其實我們所謂叫激烈行動是什麼呢 就是只不過是越過界線 例如你要我走這裡 我就走這裡 你不讓我出馬路 我可以出馬路 他說我們其實只不過是越過界線 我們又沒有用暴力 又沒有用打人 又沒有用什麼 他們就說想透過越過界線 就是在挑戰體制下的限制 我只是想說 原來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子女 有沒有一些人 有些人都很怕他們的子女 經常去抗議示威 尤其是柳岡底 我近期有一個同事 他想回去教書 他近期都是想回去教書 他近期都是想回去教書 但近期原來他早前 他就衝出去 只有輔導中期公知一個 青年人 現在被政府抓了 即是落網 但不知道什麼時候控告他 所以他說 一控告他 如果他立了暗底之後 他就教不了書 回不了去 所以他現在說 不用想回去教書 他可能上帝的安排都叫他 不要教書 其實這些就是令到你的抗爭活動 你有很多的保留 有很多的等級的事情 即是我在描述這種情況 我想一直在描述這些情況 原來當講到基督教和民主運動 可能不只是在問在理念上 基督教是否和民主是很有關係 我們除了問了這樣的問題之外 第二個問題 我們就是要問 當下的香港基督教 是否已經在做這件事 還是原來裡面的事情不是 我們第一個問題 而第三個問題 我們要問 原來當我們在問 基督教和民主的關係 兩次 民主不是坐著談回來的 原來當中 是牽涉著你在生活世界裡面 不是每次抗議都是要為民主 是嗎 不是 但民主就是和生活的民生很有關係 而很多的問題 是你牽涉著這些抗爭 抗議等等 如果按照我剛才這樣 去描述著 今日的社會運動的情況 和政府如何用這些方法 如何限制你整奧抗爭的話 我再去問 究竟教會是否準備好這些事情 究竟參與民主運動的人 有沒有對這些事情 作出一種反省 如果原來我們仍然在留在理念的層面 不會產生任何的影響性 是會和社會的行動有關係 好像我剛才說 政府就是用這些方法 你如何去回應呢 又或者當中 你有沒有想過用什麼 所謂的好性行動 去參與 整個爭取民主民生等 這些關心在你裡面呢 這個就是成為了 基督宗教裡面 要去練密 是否配合到 他的信仰這一點 正如我剛才所說 很明顯我看不到 在基督教的團體裡面 是會大動推動 整個社會行動出來 不是很明顯 這些事情可以出來的 如果要出來 可以是什麼呢 可能我們待會休息了之後 大家在這裡可以有些的交流 我上次就想用這種的 進程和大家說 就是希望 變成我們在討論基督教和民主的關係 就不要停留住 只是停留於一個理念裡面 因為呢 連溫家寶在 什麼一次呢 在2010年9月 接受CNN訪問的時候 他講了一句話 告訴大家 他講說 我和中國人民都相信 中國將繼續進步 人民對民主自由的訴求 是不可抗拒的 這樣的民主開放過程 在一個十三億的人口大高 必須確保有正常秩序 溫家寶這段說話有兩個行議 第一個行議就是 我們不再需要為民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再提出任何理據 基本上民主 不再需要為何需要民主 民主有什麼好 這個已經不再需要討論 連中國共產黨都承認 不用討論 這件事還要討論 所以我今天已經不跟你討論 究竟 這個是好的 不是不好的事情 第二個問題就是 是要有秩序進行 所謂秦暴戰進 我們正在問這件事 所以現在是一個落實的問題 如何發生的問題 哪些人可以推動他的問題 我們正在問這些事情 所以我今天放在後面 跟大家說說一些條件 即是基督教有沒有條件 可以在哪些位置 他從來沒有想過 可能都要去理論 就是這些位置我們去理論 好嗎 OK 雙擊神學院有兩個 李耀強的 一個是利求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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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我 我曾經在這裡讀過MDIF 不過就未讀完 很大膽 我這裡不要錄 其實雙擊神學院 都是一個傳統 即是我可以大膽的 你們可以修正一下 都是比較普世派一些 都是社會關為成強一些 一個神學院的傳統 其實我都 在意識上 不過 即是 香港的教會很不幸 就是趨向福音派多 我想不只是多小聲 是多很多 你隨便走到一間教會 其實都不會跟你說這些 都是傳福音 信耶穌 愛人 如己 基本上都是說這些 我相信 在樓下 你說 浸信會 還有一間 對面那間 被人抗議那間 說十字架對證 別人那間 你隨便玩 隨便 我肯定你也是有 更多一間 呼當派教會 請問 崇基 會不會是歸類 屬於哪一個教派 例如浸信會 他有幾個中派支持 不如這些有 柯拉銘說 譬如中華幾多教會 聖風會 信義會 幾個教派支持 有幾個為你 先吃一下 請問